蘭嶼的第一支影片 分享了我們訂火車票的方式 去了一間超可愛的小學 以及東京跟南島兩個夜市 第二天我們起了個大早 原本沒有計劃行程的我們 卻從早上4點晚到晚上11點 大家看完日出之後 就在旁邊這個東京33早餐店 還有旁邊那個美亞美早餐店 等著吃早餐 難怪這也很有名 大家看完日出之後 最近的兩間早餐店啊 這邊一開門就一堆人衝出來 因為現在還排得這麼長 坐在那邊還可以看著海吃早餐 你看上面還有那個飛魚骨頭 這是真的嗎 好像大隻的鵝喔 還可以加了一點那個蛋餅 然後這個蛋餅很特別 它還可以變成鳥家屬鳥 看來來這裡不只是要先單位 還要先拍 所以我們現在點這邊要等 它這裡有個達五小時的宣言 寫真棒 這是我們點的華紙培根捲 跟法式培根捲 我們還點的這個燒肉起司跟鮪魚蛋餅 它看起來超豐盛的耶 你看很壯不好耶 它這個餅皮好像... 有炸鍋是不是 不知道耶 好像比較不一樣的餅皮 然後煎得比較久一點 它好像煎得比較恰 嗯 感覺脆脆的 來吧 大家開動吧 看它這個蛋是厚的耶 跟前面早餐那天在做的蛋餅不一樣 難怪它這麼大的 算平均配的 好多 我們現在要不要吃東西 我們這一次根本就都是跟著你配偶衝 中心祕境就是從剛剛 中心33早餐店的巷子騎進來 騎一小段路就會到前面這個停車場 然後把車子停在這邊 然後把車子停在這邊 那為什麼這裡叫東青秘境啊 大家都知道的秘境呢 就跟蜜蜜一樣 我跟你說個蜜蜜喔 對 大家都知道 從剛剛停機車那邊走過來 就看到一個秘境的指標 秘境還有指標 前面那邊就也看得到很多人耶 走到這裡這邊就是樓梯 它這個秘境就是走這個樓梯下去 然後再走那個樓梯 來這裡都是這種 要穿好走的鞋子 這個秘境好難下來的 所以才叫秘境啊 雖然大家都知道了 秘境 就是游過去前面 然後那邊就有一個很大的 天然的游泳池喔 去那邊看看 那這裡就是從在那邊 樓梯下來之後 然後被游過來 這裡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巷子游泳池 很多人都是在這邊 在這邊躺著 然後有一位 就是真的做秘境在那裡 這水好清澈喔 好涼喔 剛剛才說不下來的 現在全身都濕了 對 很多人就是在那一圈 然後拍照 這裡很美耶 無損綠的 時空突然停下來 應該是到了一個蜜柱景點 時空現在要帶我們去哪裡啊 這裡好涼喔 風好大 那我們這要走多久啊 快到了這個前面 你怎麼知道 怎麼看到 我看到了 有羊 他在看你了 上面有羊耶 他怎麼都不下來啊 他們很辛苦來爬上去 你要加下來 他在那邊比較涼 前面這就是情人洞了 這個洞是天然的海蝕洞喔 天然形成的一個圓圈 看那邊水好透徹啊 哇 這裡很危險 哇 這水好透徹喔 真的 看那邊的水超藍的 然後從這邊換過去 陽光灑在海上面的樣子 超美的 欸 這裡風很大耶 你小心不要被吹下去啊 上安 你要上去跟羊一樣在上面嗎 這裡有一隻羊耶 快站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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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屁股 摸摸摸摸摸 他轉顆過來看耶 那我們搖要去這個一線天嗎 有的時候前面要放在那裡 他腳過來 為什麼 人家就會害怕啊 這時候就會有一個人出來 要他帶你進去 一個人收費100塊 這裡是可以進來的嗎 可以啊 喔 這裡有怪 小心耶 這裡要好小心 這裡真的是 這個聽說是有 不要踩喔 我們看看當地人表演 這邊怎麼過 這好像有點危險耶 欸 你小心一點耶 這裡有兩條路可以選擇 一條是走上面 一條是走下面 兩條都要很小心啊 我們不是來海島嗎 怎麼變成來探險了 我們好像在拍什麼國家地理雜誌喔 出口到了 在前面 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 前面那兩個就是軍艦岩 你們知道為什麼那叫軍艦岩嗎 我昨天有聽過 不是跟日本有關係 對 因為之前在打仗的時候 我都以為他在軍艦 然後就一直狂轟那邊 所以他才叫軍艦岩 其實乍看之下真的是蠻像軍艦的啊 咻砰 惡魔 好 現在惡魔博師兄 在蘭嶼這裡啊 起每兩下 就會看到這種涼品 在蘭嶼這裡有很多這種涼品 然後很多人會坐在這裡休息啊 放空啊 聊天喝酒啊 記得上來的時候要脫鞋 你知道 在蘭嶼這邊啊 大家都是騎機車 然後一整圈都沒有紅綠燈 唯一的紅綠燈就是有看到那個動物啊 有看到羊啊 有螃蟹的時候才要停下來 你看前面就有海好美喔 美麗你看那個就是雙獅岩 像是兩隻獅子有沒有 還是像兩隻QB 雙獅岩到了 很多人會在這邊拍星星 那是雲還是山啊 天氣好才看得見喔 那是台灣 台灣喔 台灣啊 剛剛司空說那個遠遠的那個藍的 那就是台灣 他說天氣好才看得到啊 這就是雙獅岩 兩隻獅子 有人說這邊那個像九雞 因為右邊這個很像清新耶 廢廢 走路我們來吃這間 在我們民宿附近的小巴驛站 剛才進去已經很多人了 他這裡中餐就是吃這個套餐 美樂點的這個是炸飛魚 然後麒麟點的這個是水煮飛魚耶 好特別喔 好像是魚湯裡面的魚一樣 他說要付魚魚是 這個是我點的泰式椒麻雞 我來這裡吃椒麻雞 我覺得這炸雞腿好吃 還有這個腊肉好吃 還有這個飛魚好吃 他這個飛魚就是在一整隻下面炸耶 這飛魚好多次的 好麻煩 一直跳跳不完 我們現在要去一間比秘境還要秘境的甜點店 那他這間甜點店呢 躺在很多屋子的後面 要用走的才可以到喔 已經有很多人了耶 這間角落啊 一點才開門 可是現在才一點點五分 已經都沒有位置 而且我們還後衛第四季 好險外面還有幾個位置 我們這幾個人就擠在外面的位置 他每天就會在他們的臉書上面 然後分享他們今天有什麼樣的甜點 他這邊的位置就是 一樓有一個小朋友的座位 然後還有二樓有個樓 大概有兩組的座位 然後大家就是坐在地板上 他上次來這邊啊 坐了一個下午 那時候都沒有人 然後他跟老闆聊了一個下午的天 老闆說他 老闆算了 老闆說他喜歡 他就是想要 真的喜歡他蛋糕的人來 然後有咖啡店這樣子 就是因為看了網路 所以你們介紹的來的 這個角落餐廳隔壁就是 找老闆娘媽媽的家 在外面等就很多人 然後他媽媽就把一隻拿出來給大家做 也太可愛了吧 真的好可愛 超可愛的 真的很累 晚上都沒有睡 一天到晚都沒有睡覺 怎麼那個 我們連這個提拉米蘇 或狼米蘇都在高 這個提拉米蘇 聽說是全島上面最好吃的提拉米蘇 是不是真的都好好吃喔 難怪這麼多人等再久都願意 我們等了30分鐘 然後不到3分鐘 啪啪啪 我們要來第二個大家都知道的秘境 沒錯 狼島秘境 哇 原來所謂的秘境 這一定就是一個天然的游泳池啊 那邊很多人 對啊用看的就可以看得到對不對 你覺得哪個比較漂亮 冬青秘境 真的我也覺得冬青秘境比較漂亮 冬青秘境有一個小小的入口 然後從那入口游進去之後 就會有一個非常大的游泳池的那種 真的是那種那種秘境的感覺 但這裡我覺得是它這邊比較深 就可以浮淺 然後可以看到很多魚很多珊瑚礁 中青秘境 那真的是就是拍那種 出水浮龍的美照的地方 對 我們現在要去一個 司寇老闆推薦的一個秘境 然後他現在在幫我們找路 你看 路邊就有羊欸 我們現在要去的就是 舊機場草道 這裡就是從路邊的一個草叢 走進來 那具體的話在哪裡 就交給你們去探險吧 這個地方不太好走 走過來這邊要小心一點 我們走到這裡 司寇你確定我們要上去這裡嗎 這真的是機場跑道嗎 這給什麼飛機啊 我直直玩的飛機跑了嗎 遼扣飛機 對啊 太細了吧 哪裡有像跑道嗎 有有點疑惑叫 這個就跟我們今天早上爬 那個一線天騎其實差不多 可是這裡視野比較寬廣 可是這裡比較沒有out to be 這個很陡欸 這個上去嗎 這應該上得去 確定這是救機場跑道嗎 對啊 這個照片好像就多 我覺得這個你們過不來欸 這一條 這是跑道嗎 所以是這條嗎 還是什麼 應該是那一條 就是這一條 是嗎 那邊是嗎 應該是吧 那邊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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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啊 這裡是嗎 是吧 我也不知道這裡是不是 你走到最前面 就是他們拍照到那裡了 他們拍什麼道 你打救機場跑道 那邊很多道 是吧 是吧 這裡真的是跟飛機飛的地方嗎 哈哈 你有開過照片啊 有啊 上來下不去啊 沒有啦 我腳有點軟了 那我們是不是要脫鞋子走啊 好像比較好走 好 那我們來爬吧 好讓你們先爬 騎音加油 這個 這邊先踩這邊 對 腳先跨上來然後上來就可以 對 其實這就是一個小階梯啊 Melody 小心點 他平常是有在爬樹 他平常是有在爬樹 他應該是我們爬最快的人 他平常跟猴子生火 他在看我的笑話 對 他覺得這些人怎麼爬這麼慢 失控加油 欸你下次就可以帶團了一個100塊 看到那邊我覺得腿就軟了 好可怕喔 這裡就是救濟場跑道 欸為什麼你們敢過去啊 我不敢 我覺得這裡太危險了 不要來 你在做什麼 不是在前進啊 好慢喔 你看他們這樣子 我都覺得好可怕 他們只要動一下 我就在心裡就哭在面前 快回來 你腿部啊 我腿根子先軟 傻眼 傻爆眼 誇張欸 快下去 那邊前 這裡好美喔 腿超軟的欸 怎麼軟軟的啊 後面的海超美 飛機 這裡要來的話 真的是自己要斟酌一下 如果說有懼高症 或者是平常 比較沒有在運動的話 就真的是自己要想一下 還是不要來這裡好了 那我覺得要注意的就是 在那邊海風非常的大 然後那個救濟場跑道非常的窄 所以萬一風來的話 盡量的要讓自己的身體壓低一點 這樣比較安全 雖然都很危險 就是相對安全 好啦我們要去吃冰了 下到滿頭大汗 我們到了在蘭嶼這邊 大家都非常知道的 這間文文冰店 那它這邊除了魚頭 並有名之外 它還有炸飛魚 它有賣一些手工藝品 這有賣一個小的平板粥欸 就是清甜 它這邊大家都點了 就是這個文文特條 然後他們的炸飛魚 也非常好吃喔 它這個文文特條 是用焦糖綠豆沙當魚 然後再放一頭 魚頭冰 好喝 好涼 它這個芋頭 是這才是不要的喔 而且吃起來很便利喔 欸這芋頭冰棒雖然融化很快 但是它好吃欸 吃得到芋頭在裡面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它這邊外面啊 有一排的位置 然後可以邊看海邊吃冰 喝成這樣 我怎麼看都已經沒了 你還在哇 沒了欸 我們現在要去看日落 那在蘭嶼這邊呢 看日落的地方 除了剛剛那個湖頭坡之外呢 大家都會來清清朝人這邊看日落 這邊還有個指標欸 鞋子要去草原往右轉 大家都跑到那個山頭去看 在那裡 所以我們要走到那邊 這清清草原好美喔 草都是青綠色的欸 Berry你看那草這樣飄欸 太美了吧 是不是超美的 這裡 超酷的 超美超美 比什麼秘境還要美 還有在那裡 還有這個海還有這個草原 還有這個夕陽 很漂亮 美樂剛剛說 她以為 餐廳其實是今天的事 因為今天是我的山蟲蟲蟲蟲 特別慢走 我這邊做了好像太早 起床 我們已經四點了 連我都沒有回去休息 好像不是南嶼 我的生活 結果南嶼的步驟特別快 完全沒辦法下來 山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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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 我們希望能 IQ 感谢观看